我们在这边的时候打开这张 直接进来就好了 对不对 消失点 这样最大好处是我们在做仿制的时候比较方便 在仿制的时候 你是不是先用这个工具 先把你的定位 那至于他是这样1234 其实有没有差 顺序没有差 你要哪个点都没差 所以假设你要从这边可不可以 因为他只是要去定义出什么 知道你的那个 就是那个什么 倾斜的那个消失点在哪边 就是那个位置而已 所以我如果从这边 我就到这个楼层 好所以我就 到这里 到这边 这样是不是ok的 好那 你ok的之后他接下来是不是 我刚看他是直接 用那个什么 直接用那个 哪一个 他直接用这个选取工具吧 对不对 用复制的吧 我看他是用复制的 你也可以用 这个仿制笔刷 可是你用这个刷的时候 有时候比较难刷 因为旁边不好刷 旁边不好刷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 去把这个范围 你看平常我们选取工具 本来举行就应该四四方方 对不对 可是这个时候你用举行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好玩 他既然举行可以变这样 对吧 因为就是因为你刚定义那个范围的关系 所以他在画的时候就变成像这样子 那 现在我是不是要把它弄上去 弄上去的话 你看这里 他有没有告诉你 在平面中 按一下并拖曳 就可以选取该平面区域 我现在选好了 如果你按住Alt 按住Alt 拖曳 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区域拖曳到新的 Alt Ctrl就是只有移动选取范围 那我按住Alt 有没有变成这样 两个箭头 你看一下那个优标 是不是变两个箭头 这样代表复制 按着往上拉 有没有第二层跑出来 这样OK吗 对啊 这样也行 对不对 Libium防制我不反对 只是因为 以这个张图来讲 是因为他的四四方方的 是这样比较快 那我要在这一个再复制一个 一次可不可以 可以 按住Alt 原来盖到了这么快 对啊 这样是不是就有符合 这个上面的 OK啦 虽然 我的步骤不见得完全跟他一模一样 但是 就是说你可以 看了别人的 那你消化一下 就可以变成自己的 变成自己的 才会记得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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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